艺人黄嘉谦跟夏克力在2022年7月宣布结束16年婚姻 不过离婚官司线持续延伤 到现在还没有打完 黄嘉谦接受媒体专访时 他谈到说 16年的婚姻当中遭到了前夫夏克力家暴至少五六次 不过夏克力下午委托律师出面长青 详细的状况我们先里线陈婷于带您来知己 好的直播 艺人黄嘉谦跟夏克力在2022年宣布结束16年婚姻后 两人的离婚官司也闹得飞飞扬扬 先前在遭到收看爆料后 夏克力也开启着会回应 而原本一直保持低调的黄嘉谦 也首度接受周开媒体专访 指控结婚16年来遭到夏克力家暴至少五六次 对此夏克力下午委托律师再反击 他也觉得非常的遗憾 他自己的声明也已经在他的社群上面已经发了 他已经郑重否认到这一个部分 很遗憾的 黄女士从这个地方又另外在新闭正常 然后再丢出新的东西 坦白讲丢出的东西 坦白讲之前也从来没有看过 毕竟在这样的关系底下 那么要对小孩子最好的方式 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赶快的 透过协谈 透过和谈的方式 让这个案子可以尽早的结束 好 可以听到委任律师是表示 夏克力在听到黄嘉谦的指控之后 虽然情绪还是难免跟着起伏 但还是极力想要平复自己的心情 也遗憾黄嘉谦并没有对他之前提出的证据 质疑做回应 而设定片战场来提出默许有的证据 来指控自己对他家暴 夏克力透过委任律师坦言 自己现在最想做的就是 只要能够尽快终结和黄嘉谦的冲突 任何方式他都愿意做协调 希望能够早日再跟自己的小孩见面 以上就是记得所长 我导致这件事情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 质疑症